第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 一直类推 那我们今天是文字与资料 里面的话就是 档案的名称 对应到是文字与资料 你就打开第一个 答案就在这里 给刚刚我做的嘛 上面会有一个截图啦 那底下第二个也许你假设我还没讲到你可以先做一下 比如说哪一个呢这个 LEN 跟 MID 函数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切过来会有 LEN MID 那其中的话有一个什么呢 当然往上卷动 这边有个长度 这边里面有几个字 比如说我可以插入函数 用哪一个呢 长度 LEN 所以你找到 LEN 就可以 LEN 函数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慢慢习惯 就是说 看懂他里面给你的提示 这个也蛮重要的 也就是他要什么 一个 TESD TESD是文字 请你给我一个文字吧 那你要告诉他说 那他会告诉你什么 他会告诉里面有几个字 就几个字的意思 那不过底下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没用到你也可以看 LEN 底下有个 LEN B 有没有 实际上 这有什么差别 LEN 是算里面几个字 LEN B 这个 B 指的是里面有几个 B 字 那 B 字的话 在 Excel 里面 他是这样算 他如果是中文字是两个 B 字 那英文字跟数字 都是算一个 B 字 OK 所以如果以后你要 想要知道说 你这个资料里面有多少个中文字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 LEN B 减掉 LEN 的 就会看到里面有多少个中文字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这个我想我们先用 LEN 来看 确定 所以也许你可以没有讲到 你也可以练习 他会算 10 个字按确定 那这边往下填满 当然 10 个字正确 这边知道 10 个字 如果不是 10 个字 那是错误 所以你旁边可以练习什么 插入函数用逻辑 是否正确 YES 或 NO 逻辑 那 IF 如果这里面等于 10 的话 那表示是对的 就打一个 Y 好了 反式就是 NO 不对的 那这样的话 按确定之后你可以看到 对的跟不对的就显示出来 OK 这个应该比较没问题吧 这个比较常用的 第2个问题是性别 性别怎么算 身份证字号的第2个字 如果第2个字 我怎么知道他是男跟女 所以第1个我们先抓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 分两次完成 第1次是先把第2个字 先找出来 第2个的话就是把 那个1或2做个逻辑判断 如果他等于1那就是 男生 如果等于2那就是女生 那怎么做 第1个 先抓第2个字 那怎么抓第2个字 一样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里面的 如果左边是 left 如果右边是 right 那如果中间的话呢 他就是有个叫mid mid mid 就中间mid的函数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所以你们慢慢学会 看懂前面他的问题 第1个问题 Test 你会顾名是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给他一下 第2个问题是说 Stop Lumber Lumber 简称 意思说 白话中文意思应该是 从哪一个字开始 第2个字 第3个是Lumber Chars字元 中文意思就是说 几个字 Lumber Chars 几个字呢 你要 第2个字要抓 几个字回来 到这边 一个嘛 1 这样的话按确定就OK了 不过在确定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点 大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说 把那个 1 跟上面这个1 搞混了 然后发现 他还特别 这边是1 跟上面的1 有没有 其实是不同的1 可是如果在椅子后里面显示出来都一样 那下面的1是什么 有没有 前后有双引号 前后有双引号的话 是文字 上面这个1的话是 数字 文字跟数字 是不相等的 OK 所以如果说你忽略这个 地方的话 很容易就错了 好1向下填满 当然我们不是1、2 我们要什么 再把这个 公式减下来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分两 因为要判断男生女生 所以你可以把它剪下来 那通常是怎么样 不包含等号 你把它选取剪下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逻辑 所以刚刚有用过逻辑函数 if 那就把刚刚的公式上 再贴上 记得不要包含等号 刚刚没试这个等号 不要过来 所以 这个东西 它现在是1 那你就 等于什么 等于1的话 好 那 True的话就是 如果这个条件 所以上面是一个条件 为True 为True就为真 那就是输出什么 男生 反之的话呢 就输出什么 女生 女啦 OK男跟女 OK好 True跟false 但是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它这边全部都变成什么 都女生 为什么 请问这里哪里出错了呢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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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就我刚刚讲的 其实那个特别强调 有没有那个文字跟数字 数字的不同 因为我这边的话 我就以 有没有 等于什么 等于1 那刚刚 因为这个问题常常这个蛮多同学都一样的问题 他这个抓过来密的是文字函数 所以他抓到的东西一定是文字 那你后面很多东西就搞不清楚文字 所以他以为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后面就给他等于1 等于1 这个是数 这个是文字 这个是数 两个呢 不等 一定不等 所以怎么办呢 就把什么 把这边加个什么 钱的 那个双引号 这样就OK了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问的问题 都跟这个很有关系 他弄了半天之后 他说老师怎么 怎么都不对呢 我一看 明明那边是数字 这边是文字 那两边一定是不match 对不对 要不你就把那边转成文字 要不你就把那边转成数字 反正就转成一样的东西再来比 就会是对的 OK 特别说这个其实没有特别讲 我发现很多东西 我是觉得应该要知道 但很多人好像都不太知道 OK 所以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你把它向下填满 才会是完全正确的 OK 但是呢 其实工作里面 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刚好后面的资料 他就是不能改 他只能改前面 有的时候有没有 我后面我一定就是比对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数字 你没办法去动那边 假设吧 那如果我今天不动后面 我要动前面的话 怎么办 因为他后面假设就是一个数字 那他前面就是一个文字 我要让他相等的话 那我需要把它怎么样 先转成什么 转成这样子 再跟他比就match了 意思就是说把文字转成数字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吧 OK 文字可能 可能如果不懂的话 回去 我有把影片录下来 反复听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我先把它按确定好了 当然这个一定是错 可是如果我要去找到什么呢 怎么样可以把文字转成数字 那他其实有没有内建函数呢 基本上是有 在哪里呢 文字转数字的函数 那所以特别注意哦 答案就在这个里面的清单里面的某一个 你说哪一个呢 当然你可能从头找 第一个是不是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也不是 第三个也不是 对刚好就最后一个 value 各位请看一下 下面就有告诉你答案了 有没有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 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已经知道value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在那个刚刚的等号前面 先加一个value 其实OK了 所以做法上面 如果你后面的e不改 你要改前面的话很简单 等号的前面 请你加一个value 几个方法 直接打好了 我直接在这边打一个value 前刮弧 在这边后面加一个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这个来的资料 我先把它里面的资料 本来是双引号的 这样子 经过value之后的话 它就转成这样子 再跟它比 两边就match了 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应该要知道怎么转 然后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也OK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这应该也有参考 云端上面 这边有没有 yes或no 然后 刚刚的value 这边也有 如果你不太会打的话 就先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